一起来学习Flat的路由与导航方面的知识 在学习这一课程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几个问题 首先对于安卓开发者 Flat中Intent等价于什么 在Flat中如何实现不同页面之间的跳转 也就是页面之间的导航 如何获取路由中跳转返回的结果 下面这一条还是对于安卓开发者而言的 如何在Flat中处理来自外部的程序的传入的Intent 最后一个是怎样跳转到其他的App 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节问题来学习我们这节课程 首先Flat中Intent等价于什么 在安卓里面Intent主要有两种使用场景 一个是在Activity之间进行切换 以及调用外部的一个组件 但在Flat中Flat不具有Intent的概念 如果需要的话 Flat可以结合Native的整合 也就是结合Native代码 来实现触发Intent的一个功能 那么在安卓里Intent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调起外部组件 比如说我们发出一个Intent来调起相机和文件选择器 那么在Flat中 要使用相似的一个功能的话 我们可以借助第三个插件 第三个插件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在我们之前里面所讲的 这个Flat的一个插件的一个官网 搜索你所需要的一些插件 比如这里调用相册或相机来选择图片 之类的相关插件在这里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 另外也可以学习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关于如何构建AI智能语音部分模块 那部分的课程来学习如何构建Flat的插件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Flat中如何实现 不同页面之间的跳转 也就是页面之间的导航 要在Flat中切换屏幕 我们可以访问路由以绘制新的Vidit 管理多个屏幕 有两个核心的概念和类 一个是Router 还有一个Navigator Router是应用程序的屏幕 或页面的一个抽象 它可以是Activity 另外一个是Navigator Navigator是管理Router的一个Vidget Navigator可以通过Pose和Pop等方法 来完成页面之间的切换 和安卓相似 我们可以在安卓的清单文件里面 来声明Activity 在Flat里面 我们可以将具有指定Router的Map 传到顶级的MaterialApp的实力中 但这个不是必须的 在RS里面 我们可以使用ViewController 站里面的URNavigator 来在不同的ViewController之间进行切换 在Router里面 我们可以使用Router Navigation 在实验不同页面之间的切换 Flat也有类似的一个实现 刚才也提到了 在Flat里面 我们可以使用Navigator和Rose 两个组件 也就是两个Vidget 一个是 有APP中屏幕或页面的抽象 一个是 而Navigator它是什么 它是管理多个路由的Vidget 我们可以粗略的 将一个路由 对应到一个URVController Navigator的原理 和IOS里面的URNavController 非常类似 当你想跳转到新的页面 或从新的页面返回的时候 你可以调用它的对应的方法 比如Post 代表着就是打开对应的页面 Post从上个页面进行返回 在Flat里面 有两个主要的Vidget 用页面之间跳转 Router和Navigator 以上两个Vidget 对应Flat页面里的 导航的两种选择 一个是 我们在我们的 应用程序的根目录 我们设计这个Router 然后这样的一个Map 然后当我们这里 比如我们设计了 我们斜杠A 代表了我们的 这个页面 斜杠B代表了这个页面 当我们要跳转到 这个PG1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这里PostName 然后跟上它的路由名 我们PG1的话 我们PGA的话 我们就是反斜杠A 如果跳转到PGB的话 我们直接跟它的 页面名字就可以了 也就是这里定义的路由的名字 它是一个映射 前面是路由名 后面是具体的页面 如果你要跳哪页面的话 前面跟上路由名就可以了 除了这种方式之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 NavigatorPost方法 我们直接通过这个MaterialPG Router 来跳转到具体的页面 MaterialPG Router 它是一种路由模板 也就是一种模板路由 它根据平台 自适应替换整个页面 在下面这个示例里面 我们通过这个NavigatorPost 结合这个MaterialPG Router 我们跳转到了这个 这样的一个页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获取路由返回的一个结果 在安卓里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StartActivity for Redout 来获取跳转的一个页面的 返回结果 那么在Flat里面 Navigator类 不仅可以用来处理 Flat中的路由 还可以用来获取 你刚用Post到站中的路由 返回的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借助这个Await 这样的一个标志符 我们在这个Post的时候 我们用Await 然后它会返回一个Map 然后比如我们从A页面 跳到B页面 从B页面返回的时候 想给A页面 携带写参数 也就是说给它带一些返回结果 怎么给它带呢 我们调用POP的时候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给它带写结果 然后A页面就可以通过 Await这种方式 然后获取的这个返回值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在Flat中行处理 来自外部的程序传入的这个Intent 这个对于安卓开发者来说 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Flat可以通过 直接与安卓通信 并请求共享的数据 来处理来自安卓的Intent 在这个实例里面 我们注册了文本共享的Intent 这个程序里面 基本流程是 我们首先要处理 安卓端的共享文本数据 然后等待Flat的请求数据 然后通过Messor的 Channel进行发送 首先我们需要在 安卓的前代文件里面 注册我们的Intent 在这里注册我们的Intent 然后在Messor里面 处理我们这个Intent 一旦我们从以前的 获取共享的文本数据 我们就可以将它 返回给我们的Flutter 在这里面 当其他程序 打开我们的App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获取这个文本 然后调用这个方式 获取这个文本之后 我们通过Messor的Channel 将这个文本 返回给我们的Flutter 也就是说 当我们的Flutter 我们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 定义了这个Messor的Channel Messor的Channel这里面 然后对应了 我们这个的一个名字 当然大家如果 对我们这个Messor的Channel 之类的还不过 很熟悉的话 也就是对我们 Flutter和Native之间 通信还不是很熟悉的话 咱们大家可以学习 接下来的课程 接下来课程 我们在混合开发部分 会讲解 具体的讲解Messor的Channel 以及Native和Flutter之间 如果进行通信的 然后呢 在我们Flutter里面 当我们这个页面 打开的时候 我们通过 GetShareTest的这个方法 来获取Native的 Intendor传过来的数据 通过这个方法 进行调用 然后获取它的数据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怎样挑战的其他App 在IOS里面 我们要挑战的其他App 首先我们需要 一个特定的URSkamer 定用系级级别的APP来说 这个Skamer取决于你的APP 为了在Flutter中实验这个功能 我们有一个插件 可以供我们使用 这个插件就是UR Launcher UR Launcher就是在我们的 Flutter中 挑战到其他App的一个插件 OK 以上便是我们整节课的主要内容 大家在学习本节课程过程中 如果遇到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我们的课程右边 进行留言